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慢性风铃花 它也叫灯笼花 因为它开的花真的非常像灯笼 这个花只要温度合适的话 365天都可以开花 这个温度最好是在15摄氏度以上 另外这个慢性风铃花还非常的好养 它不容易得病长成 只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有点怕冷 如果温度低于10摄氏度 它就比较难过冬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慢性风铃花 它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因为它长得比较快 然后呢它又是那种千盆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地方攀爬的话 就要用一个攀爬架 让它爬上去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花盆最好选择稍微大一点点的 我就选口径32厘米的空跟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灯笼花它喜欢这种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花友 可以微信搜一搜预下原意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灯笼花释放出来 大家看这个根 全部都是根 稍微把这个根捋松一点就行 这个土还好不会太拔结 这个底下的根稍微捋松一点就可以直接种了 继续加土 再提一提 拍一拍 再稍微给它摁一下 再稍微给它摁一下 我买的这个苗非常的好 它长了很多这种嫩芽出来 而且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根也非常的发达 所以新手的话最好买这种花 就是这个根比较发达 然后带的土又不错 然后这个苗看起来又很好 这样的花是非常容易种活的 焦透之后再把它搬去缓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三四天左右就可以 这后就可以结束了 再放一遍 继续 继续